好,回來了,剛才我們說了一些外圍事件 離率 我們都可以看看,首先第一,上星期五出了一個浪番 再出了那個失業率,令到大家覺得 9月真的要減失了,真的差了 都是減的機會大,9月 似乎都應該斷定9月減 只是說9月減完,11、12月會怎樣 會不會是今年只減一次呢? 還是有機會多減厚呢? 但又對著特朗普,你知道11月大選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11月的VIX 是 抽升很多的 因為你會知道,我想那一刻不明朗 大家先害怕了 所以那裡的VIX比現貨,現貨月是高很多的 是呀,先做好期貨 因為可能現在到大選 隨時會有很多波動的事情 沒錯 當有波動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一請高的VIX,就可以吃虎了 大家都不是跟你想著 拿到11月,12月,1月這樣拿下去 這個波動肯定不是現在這樣 這些東西那麼順風順水 很多東西都很高 那些納子色號應該就不會了 我也覺得 有個波幅的Hedge Fund才有得玩 老實實說,要有沽有渣才行 好了,到尾,今天怎麼看 我想highlight星期五晚的看點給大家聽 當然,如果你只看浪 Farm 原預期是19萬多些 明明出了20萬多些 其實應該是微星預期 但是為什麼倒轉炒呢? 要看是上個月 上個月呢 如果大家不善忙 除了浪 Farm之外,肌肉也差 浪 Farm就好得瘋了 最主要原因我覺得 一來是政府工 二來是一些time job 那些水份東西 所以更加要看星期五晚 是將上個月 以及前個月 total呢 減回11萬1千個職位 那就是更加證明 上兩個月是幾歲的 那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失業率 雖然你說4.0和4.1都沒什麼分別 5才算離譜 但是呢 過去這段日子裡頭 其實失業率都是 3.78 慢慢減回動力 是啊 是啊 那這裏你要知道 那個動力是正向上的 那所以明顯是因為這件事 我覺得是 是美國政策是從從幾何時 這時候穿過 上過106 嗯 那現在是撇撇撇撇地 下了105 還有去印證 6月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美國政策是會弱的 雖然那一刻 很多的因素 包括 麥克龍無故的是 提前大選 那日圓又 爛了什麼 但是情況是在於 現在呢 它始終還會要反映 它自己的经济增长出来 Year to day 升轨没了 美金就这样 美债就更加不用提 美债涉下了很久了 所以我仍然会维持我六月份的看法 六月那管金没有破顶 我觉得七月就会破顶 大师呢?大师怎么看? 美国的经济数据 大致上都同意 首先讲宏观的美国经济数据 Long Farm一直都是联储局 用来标示着 美国经济没有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正如刚才谭晨说 其实Long Farm里面 包括part time drop 就是那些兼职和长工的比较 长工的数量是跌得很厉害的 而兼职那些就升得很厉害的 所以呢这个数字的 这些情况呢 其实有少少误度的 那当然啦 还有其他的那些 譬如说上个月就开始修正 调低了11万多份 那还有呢 这个月呢 就是20万份 是高了 但是呢 失业率呢 就上4.1 那这些就是 看不到的数字 那至于失业率呢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功课 就是说 为什么失业率不高呢 其实 你看回美国公布的 受雇人士的数字呢 是在跌的 过去几年持续下跌的 但是失业率呢 就没有高居不下 都是维持3.7 3.8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解释不了了 但是起码一样 反映实际的情况呢 就是 失业率不是说 特别优胜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 受雇的人少了 其实人少了 但是因为他的份母啊 份母呢 就是说 找工作找不到的人 才算下去嘛 那你 当中其实 涉及到 可能就是很多人 是不找工作 不做事了 拿救济金算了 那所以呢 其实真的你要详细 看回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从 原署局所说的情况一样 就是说 经济很强劲 跟着通胀呢 又受压呢 我可以这么说 百分之八九十 是说大话的 这个是错的 是误导大家的 好了 既然误导大家 现在 丑虎终虚见家庸 就是说 很多的数据遮不住了 开始要露出来了 而露出来了 最主要就是说 是可以配合到 减息有藉口 所以呢 我都倾向于 九月就一定减的了 只要是十一十二月 可能都会减多一次的 那 而 因为这样 你其实看到的 美金 也彈不起的 彈到上106 又落回来 已经不够之前一次高位 是彈到107 再之前一次高位 是彈到115 就是其实是一浪低于一浪 这两三年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美金在下半年的情况 如果随着 偶局势 真的可以缓和的时间 欧元一反弹 日圆就要看看 日圆就要看什么时候要加息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去 日本就民不聊身 那你一定是要扭转日元贬值的弱势 那如果这两个因素再配合 那到时美匯 我估计 起码都100以下了 当然了 也正正就是代表 资金其实在第三季 是会破顶的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 我也觉得 之前美金都一直比较硬正 相对于非美货币 你是看它的经济 relatively 所有东西都是 你是货币对来 所有你买外汇 就是觉得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经济比美国差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另一个玩法 是不是 你譬如澳洲 现在是在害怕要加口息 因为人家的经济很厉害 这个是相对性的 好了 还有一点就是 你现在只是说 开始真的转坏了 向下了 那些经济数据 如果是更差 如果是 它不是转坏了 你现在每个都说 是转坏了 其实我真的想说这点 如果它是急速减息 为什么要急速减息 是因为是转坏了 那你不会说 减息的 你是害怕的 是不是 这一刻你就要 是吧 其实 我没有 其实刚才只是想说多半个点 你们每个说九月减息 真的不好 因为经济 coo down 你不能不减 如果不是 那绝对不是好事 没错 我就是这样想 我就直接这样说 九月减息 一定对美股不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九月一定减息 因为我觉得 美国的经济是Hardlanding 其实很多迹象 你根本你抽屎摸檐 慢慢拆解 你就知道 根本白威尔一直在说大话 美国经济没有问题 浪费了 是不是 美国经济千瘡百孔 其实现在 但是 你数据上 还可以 门片得一时 但是不门片得一世 所以 其实 这个情况 我觉得 很坏的情况 将会出现 就是 在九月减息 就是因为经济不行 因为你要看 通胀是不会受压的 未来的情况 应该是工业金属 贵金属 开始蠢蠢欲动 准备爆顶的了 那你同都退回四个半 四个六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通胀怎么受压呢 通胀不受压 那怎么减息呢 都要减息 就是经济真的维持不住 嗯 到时是烦的 如果是在那些商品价格 那里一直都高举不下 还要是一路上升的时候 你减息呢 真是 我不知怎样去形容到时候 那个经济状况 就是 是真的减息 还是要 迫住 好像以前 波波卡 这样 股价呢 我真是不知道 不过这个是很幻想性的 是啊 但是金呢 慢慢慢慢上升 上回2,400 是啊 真的啊 你如果不太信非美的经济 是 又更加又不信美国 好像都在恶化 一句说完 你不信美金 美金对面 美金对面 美金对面就是金 是啊 其实我再加多一点 美金对面除了金之外 其实我经常说 Crypto 嗯 嗯 当然啦 喂 Crypto要问你 好多人终于杀你 好好好 开个Bitcoin 好啊好啊 开个Bitcoin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又这么说 我相信Bitcoin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相信美金对面 就是 那当然啦 这期曾经下得急的 是 如果你不是今早 又是个 所谓法国二次投票呢 嗯 你看那个Bitcoin 在weekend的时候 上回58,000 58,000 嗯 如果你要去看 就是上次的低位 56,000多 是 的守翻 那这两天 如果它能够守得翻 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顶 又是 今次微微下了 那今次的底 如果都是微微 向 比起上一次低 其实都是一个通道 嗯 那现在也都当然啦 我不是说不麻烟 也都不是说非常 但是情况呢 如果上次的顶 塞了 前一次少少 今次的底 塞了上一次少少 是一个 都是一个trend 都是一个range 那现在如果可以上回去 当然 你问我 那无端端怎么会上去 美金而已 美金如果大落的时候 金和Bitcoin 除了这一个月以外 整个year to day 都是同样的 嗯 那当然啦 你说 那最近 尤其是那下落到 五万三 为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会急插 呢 作少少阴谋论给你听 前两天 星期五最多的新闻 是说什么 就是 哇 不知道多少多少 那些hedge fund 又爆了仓 然后 劲队劲 劲队劲 那晚 星期四 美股没有事 全部etf 硬夹 星期五吃光 都吃光了 那我就祈求稳定了 哦 嗯 嗯 那儘管看下 又可不可以上回 埋近七万的水平 嗯 那如果金是可以破到顶 呢 可能他就 啊 跟着再上 這樣 這個是我的看法 那当然 大前提 是現在這些位置呢 啊 要盡期 嗯 如果好像周末那樣 一下子彈回去五萬八 其實就差不多 就站到 那不過 今早開始呢 你見到的 那個消息一出啊 美金稍微彈一些啊 今天下回十元八元啊 這樣呢 他就現在在這些位置 還在賺 嗯 如果他塞了五萬四呢 塞了五萬四的話 就下回去了 再下的話 那就可能要五萬頭啊 等等那些位置的了 OK 大師怎麼看呢 第一 當然呢 我跟他不同的 嗯 就是說我說 美金對面呢 是不包括Bitcoin的 哈哈哈哈 但是 Anyway 真的這個 這個issue呢 也是很大的討論性 嗯 就是 年輕的會傾向於Bitcoin的 但是 我們的大年紀呢 是傾向於黃金的 嗯 當然啦 我不是說exclude了Bitcoin 真的是什麼 但是 起碼一樣東西呢 我個人的 投資取樣呢 就不會碰Bitcoin的 嗯 當然 如果以圖形來計呢 這個是雙頂 頸線位呢 就五萬八 是 現在穿了的 看看可不可以 很快地翻翻上去 如果翻不到上五萬八 或者只是翻到五萬八 再跌呢 那你量度的幅度應該是四萬的 哈哈哈哈 好可怕的 當然啦 就是 我的關鍵 我的取向呢 就是在於 Bitcoin有沒有價值 我不相信Bitcoin的價值 嗯 因為Bitcoin 真正的價值呢 很多時候是要幾千年以來 慢慢慢慢積墜下來的 而不是說 哎 Bitcoin因為供應量很少啊 所以一定有價值啊 這樣 那我是不同意它的價值的 嗯 所以我不同意就買它咯 但是你同意的就買咯 其實好什麼的 那 所以 將來 接下來的 Bitcoin 南方東英就有 反向和正向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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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反兩向都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 割取所需 這樣 就是你對著Bitcoin啦 虛幣啦 你會發現呢 即使現在有現貨的ETF呢 是 之前我們說 會不會令到整個 虛幣的市場呢 是會穩定下來 那個波動的幅度 會不會那麼大呢 還是很大的 我發現不是咯 整個 是打破了 我認為可能會做的事情 現在這樣看呢 似乎呢 只是多了一堆人參與而已 但是仍然可能都不斷出錯 可能你是在買現貨的ETF 但我也是快閃檔來的 狂出狂入 如果你不會搞到那個波動症 仍然是這麼大 可以是由72,000 丟穿下去54,000 這些位置 如果你 或者這樣說 這些初始的有現貨的ETF呢 其實都很小 即規模上都還未很大 如果真的很大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穩定的作用 現在都還未是 現在都還未是 而且究竟真的有多少Long Fund 是願意長持這些現貨幣的ETF呢 我到現在都有點懷疑 只是出了一塊產品 全部都仍然是散仔炒 Reddit仔買 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時候 我心想 如果你真的對於長線 譬如說比特幣 或者一些以太幣 是很有信心的 你就放了在Cold Wallet 即是它說的 就說 有這個產品 跟著長線基金 就會買這種產品 來作為長線持有 那究竟是有多少呢 佔的比例是多少呢 比如說 可能用投機性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見很多基金經紀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買來作投機性的 因為波幅夠大 容易追溯的 但是你說長線持有 擁有的 始終我就覺得 未必是這麼多 還有都幾多 仍然經常聽到很多爆倉 就是那些散仔爆倉 你在外國的網上就知道 因為真的波幅大 是啊 真是糟糕 輸掉身價 都不少 所以比特幣仍然在風險上 仍然是有的 你要看清楚 而且我也要試試研究一下 美金對著比特幣 是不是它的對面呢 就是要看清楚 看一下圖 是啊 為什麼呢 我印象中 應該有幾次不是的 但是當然了 現在金都試過 也不是對面的一定 一定 那你慢慢統計一下 但是始終我就覺得 它的波動太大了 也都不是常人可以承受得起 你想想上次是六萬七 紮到一萬五 雖然紮上了一年 但是六萬七到一萬五 萬五又升到七萬四 七萬四現在又下來會不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而且它上七萬二的時候 它不是那些 怎樣說呢 急得很緊要 但是它卸下來 是沒有抱的 天天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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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 究竟它炒上容易些 還是炒下容易些 是很波動 仍然都是一些 我暫時看高風險資產 我都當是高風險 和股票那種偉藍不同 是的 真的不同 大家又要看一看 這期Bitcoin走勢要看實 今天都差不多了 好 謝謝兩位 下個星期再來 我們幾個到時有了 教主 就這樣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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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繼續向立場推荐 來推薦 讀者不斷運用個人獨立思考 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ord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ord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